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第九十一签的主角李旦 也就是唐瑞宗 他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 虽然他是唐代第五位皇帝 但实质他只是妈妈武则天 专政时候的一位快女皇帝 这一支签就是讲述武则天 在李旦职位后七年 发动政变之后 李旦的一次遭遇 当时李旦已经被武则天所废 成为了一个亲王 但有人告发李旦 说他想叛变 退翻武则天的政权 武则天立即派手下来俊臣 将李旦身边的侍从捉走 用酷役方式逼他们指正李旦 当孝文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一位在太常治工作的官员安金藏 跑到来俊臣面前 大夫李旦无谋反之心 之后就拿刀剖开自己的肚 留了五藏小肠出来 这件事惊动了武则天 他派人为安金藏急救 最后都成功救活 武则天最后叫来俊臣 不要再调查李旦的事 才令到李旦得到安全 女祖宁签第九十一签的主角李旦 和他的哥哥李显一生都充满传奇 两个人都被妈妈武则天 废除皇帝的实权 李显就做了三个月的皇帝 就被武则天废绝 兼独揽朝政 安排李旦登基 而李旦就做了七年的快女皇帝 最后都被武则天所废 不过他们两者的心态表现 就非常不同了 李旦在武则天独揽朝政期间 他隐隐逍遥 落于做一个快女皇帝 不会高调增权 结果在七年之后 才被武则天废绝 后来武则天死 李显回来想赚个帝位 李旦就清病不上朝 叫阿哥做皇帝 自己做一个安乐亲王 后来 忠忠被委后和安乐公主害死之后 如果不是他对子女半推半就 他都不会再次登位 做多几年皇帝 他都是决定将个位 禅让给儿子 三样牵下 去享受自由的生活 有时世间很多事 可能不到自己决定 甚至危险重重 但是只要小心谨慎 至少不会永远处于风高浪尖之地 如果自己有独特的想法 当时机合适的时候退一两步 可能好像李旦那样虽然受劫 仍然可以安稳度过之余 更可以享受自己想过的生活 女祖宁签第九十一签 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挺血腥的 但当中是什么玄机呢 我们又要请教唐师傅 师傅这个故事有汤妥之类的 应该问事也不一样了 这签其实挺有趣的 当然你说血腥 但血腥跟主角没有关系 反而是主角身边的人血腥 因为他是李旦仇劫 他的劫有多劫 他也是被软禁 最后有惊无险无事 但他身边的人被拉到酷刑 要逼供 甚至有一个为了表示清白 又立即可否复 就是这样的血腥 对吧 所以其实不关你一件事 他只是关名的 主角的人就没有事 对 这个要参长 当然有这些事 始终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和故事 就要看看胸 或者忠的程度是怎样 就问不同的问题 有不同的看法 好 那我们又看看 如果问事的话 鸡胸情况如何 果然真的 对 前面全面一堆都是胸字 是的 我们同样 都是由财运开始 什么精材和编材 同样都是胸杖 是的 你可以这样想 李旦是唐宇宗 他是快女皇帝 他母亲是没有人不认识的 对吧 中国来说 真是皇帝只有他一个女皇帝 对吧 就是这样 作为他的儿子 没有他那么厉害 还有那个把权 叫他做 也没有什么大作为 做车线公仔 车线公仔也不要紧 但是问题就是 你知道帝王之路 也不容易走 对吧 又要有兄弟 又要有很多的争截 很多猜忌 对 就是录亲的关系很差 你说 好了 我现在求财而已 求财不理你这么多录亲关系 对吧 但问题是 他说到现在这个故事 他又是 叫你不要走得快 因为第一句就是什么 莫急走 走得快是什么 看半跌 是吧 云掩风迈 根本 那个象就已经告诉你 喂 麻烦看路 看定点 是吧 不要心急 慢慢来 即是叫你 即是叫你 即是步步为刑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那 上位者 其实就不是太害怕的 如果做生意 做老板 我都说了 做老板 就不用很大件事的 但是在他下面的员工 越亲近那些 越是亲信那些 就越死 因为他们主要受罪 主要是 明白吗 当然了 作为老板 你要安抚 做好你的领导人的身份 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是有损失的 包括损失人才 包括损失金钱 是吧 只可以手不能攻 还要是 不可以自己去腾鸡 要自己把持住 身边的人 他突然跟你去 去顶住 对 对 对 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替你顶住 是吧 勾心力血 当然 我们做生意 不用像他这样 要受酷刑 只是一种比喻 很艰辛 很惊险 是吧 比如崖根底下 付出精神 心力 崖得病 这样也可以 那你就去做好老板 空的意思就是 钱也没有了 还要付出的 如果是他问事的人 他还要有一班好员工 去帮他 最重要是 没错 这是一个空中的安慰 但万一 如果是问事的人 好像是一个帝王之家 有很多争拗 是上慰者 如果是一个很大家族的生意 刚巧求得那些姓妹 会否认了那样 是的 如果你是家族的话更加 因为他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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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家去抵挥他 或者他无告 又什么都好 总之说 他妈妈说 他想作反 就是想不听你的话 他想作反对 然后打小孩 就关门 就是家族生意 是差一点的 真的 因为家族生意差一点 感情受伤害大 不是家族生意还好 就是这样 但是也是很坏 但是也是这么坏 但问题多了一件事 就是感情不好 如果不是家族生意 就更加对员工更加好 沒錯 因为员工是帮你渡过难关的 一个贵人 真的 是的 但是偏才 偏才 偏什么那些才 是不是 听完故事你也知道 是吧 回名字也很幸運 其实他有惊无险 他又没有喜欢什么 他又没有喜欢什么虐待 因为始终都是他的儿子 可能有一层的关系 他想你身边那些 怎么死也未知 那些很惨的 但是偏才 你看到第一句就知道 莫急走 你觉得偏才就要快、靓、正 快、很准 是 常常这么说 你叫他不急 不急便偏不过财 不如慢慢投资 月工、股票便算 人们常常有什么 财不入急门 是的 但问题是你求偏才 那些人一定是急的 那倒是 要快的 他的心一定是想急的 招种树就差不多要晚解版 要急到这样 除了今晚就种六合彩 没错 所以第一句要告诉你 没了 你忠识一场冤孽 第一句是莫急走 然后忠识一场冤孽 是吧 就是收散方面 你省点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 你的钱 丢出去都是云淹封埋的 符一声是没有了 就已经告诉你 已经说明是受劫的 人家 怎样可以让你得到 那么难得的东西呢 总之我们很多时候求签 如果问投机的话 都不建议大家去投机 不,数到移情 不可能 你预计了输的 玩的,手痕无所谓 我常常觉得 如果用玩的心态 就没有问题 没错… 你的心态 我喜欢嘛 你当是娱乐 那你娱乐 当然要付钱 对不对 问题就是你不要用户身家去娱乐 那就可以了 没问题的 总之就不要到身家了 我想看看事业方面 什么事业方面 在職与求職都好 都是空障的 那这支签 其实民事真的比较差 当然了 他是李旦寿劫 李旦一个很高地位 是吧 武则廷的儿子 做不到皇帝都做亲王 是吧 那他寿劫 其实就是被人怀疑他想造反 是吧 那他也是 哎 软禁 就是调查 那现在就 不能软禁的 就是停职了 都要接受调查 但是实质损失他没有 因为之后他也没事的 是吧 但是他身边那些就惨了 那他全都嫌疑 他就严刑逼供 要找证据 是吧 搜集证据 有一个甚至就是 开堂破土 这些五座六库都流杀出来 那么血腥 所以就是反而忠忠地 或者是上位者身边的亲信 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的职位身份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担心 会不会做了代罪羔羊呢 那这个代罪羔羊怎么做呢 当然他不会严逼你 现在不流行 或者不准 应该是这样说的 但是就是 会不会有其他一些 一些不好的东西 压榨你呢 或者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职场上 也有很多的花样 要留心 就是一定是差的 就是要你损失 起码都精神损失 肉体不可以虐待你的 精神是可以虐待你的 那就是说 总之问事的朋友 你一定要视乎自己的职位 对 去定夺有多空的情况 对 最空就是中中地 中间的那些 最空的 反而你上位者就不是太空 但如果譬如中间 中层的那些 他的空 会不会被人解除那些 那些 要的 因为他是做了一代最高养 这个世界有一句说话叫 弃却補税 他明知那些是不好的 但问题是 他也要找别人 譬如要找别人 一定找别人支持的了 找谁支持的 其实就是这件事 最怕 就是担心这件事 打工仔 就是你可有可无 那些 那些都是亲王 对吗 那么大 他又不用顶 身边那些 顶 所以 打工仔 中间那些 不上不下 那些 最容易做了这个 被人拿出来 哎 没办法了 放弃你了 弃却補税 就是这件事 所以 当然 这件事 那我怎么避 有时候都避不了 那你处之太贤 那些人 譬如炒你 就炒你了 那就走 不漏也罢 这些环境 和这样的公司 不过当然是伤心 还有有损失 那现在譬如 你所说的 这些中层的人士 是 求这支签 会否转工会好些 可以化解到 会否 其实是化解不到的 是的 反而那支签 叫你莫急走 你不要打算走了 有什么就要面对 就是顺着势去 叫你走才走 那求职 求职方面 如何都是空障 当然是空障 根本对打工仔 是完全不利的 对不对 在签中 虽然上位者 他没有那么差 但其实也是差的 对不对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差 所以求职 如果你纯粹找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 你都预算了 就要付出 那种付出不是努力努力的付出 还要是一种 替罪高扬的付出 那你如果预算了 那就无所谓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就是 打散工好过路 没那么伤 如果可以选择 你问我 我就这样回答 不可以选择 那你就唯有 好 不应该选择 没错 好了 因缘方面 男和女同样都是空障 空障 因为拍拖 有时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可能双方家庭也会有来往 整天认识 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所以双方家庭也会有一种 突然之间有一件事发生了 令到誤回重重 又要分手 又要吵架 或者距离等等 令到感情很大伤害 这支签的特点 男人和女人 就是男人比较被动 女人比较主动 因为李旦是姆七典的儿子 他是被动的 他是被人摆上桌 用我们现在的说法 他以为有儿子忍耐 等待 就是这样 你说手不手得云开呢 这件事可以平复 但不等于解决的 没有解决过问题 但问题就不放在桌面 始终有心有条刺 就是说 简单点就是 你曾经有这样的事 虽然找不到证明 证据证明是是 又有人这么忠心 为你做一件这样的 哇 这么血腥的事 令到他觉得 暂停这件事不要弄大 只不过是这样 没有说过可以量解 可以化解 所以感情上 这个伤害大就大在这里 就算不分手 不分手 那烈恨就補不回 将来也是不利 不过当然 再将来就将来有事 好了 拍拖就是这样的情况 未拍拖又如何呢 如果不拍就没有事 拍拖又如何会遇到这些事 所以变成了 特别是大家族那些 你想清楚 加入浩门那些 先想想一下 找拍拖的对象 最好不要太富贵 或者地位都很高 大家族 对 大家族 大家庭 豪门 那些真的要三思 那些不怕 没什么好结果 如果未拍拖的朋友 今年是有机会拍拖的 不过其实不建议他 今年开始 不建议 那你来到 难道我不要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 当然 那便慢慢 因为他也是一场冤孽 告诉你 对吗 那你也未拍 那你要接受这场冤孽 你要接受就要接受 但你拍的那些不同 对吗 那连千文都说到冤孽 对 没错 即是无谓地开始一段感情 等下一年 好了 接下来看看家宅方面 家宅方面是胸掌 那当然是胸掌 你自己是骨肉 对吗 都这样去猜忌 还要搞到这么大件事 对吗 用到软禁 对吗 即是很相感情 这件事我觉得 家宅是和谐为主 他反而不是钱 是富贵之家 对吗 这些感情的伤害 根本是难以彌補 所以连宗也不得要胸 好了 那自身方面 自身方面 就是宗的情况 自身中 要看身份 我们都说 如果你是老闆 或是上位者 还是好 因为都是有惊无险 但如果你是中中鼎鼎鼎 或是中下职位的人 就要小心 无枉之灾 是非官非 那些 要保身 要注意 虽然说宗也要看身份 好了 健康方面 健康同样也是宗的 也能熬的 他开疼破腹都说 没有事再能治病 所以变成有手术 人不怕做 这件事很明显 所以宗是向好的 不用怕 好了 再看看观众来信问题 这位是一个失分的男士 希望找到一个新的伴侣 可以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的女儿 想问一下 这一年会不会遇到呢 这件事要求都颇高 要求不高也不行 要求这么高更加不行 什么 即是一场冤孕 你要求他照顾你 照顾你 照顾女儿 如果用到一场冤孕 你要的东西得不到之余 反而还是差了 甚至会想到你和你的女儿 不是只得不到 要三思 所以即使遇到 也要先想想 或者可以先相处 不需要立刻的 即是不要太急 找个人回家 即是不要太急 找个人回家 或者找个人介绍 认识那时就说要结婚 我觉得这个不行 总之这一年内 也是… 你可以观察 是的 既然他找另一半的对象 就不急于这一年半宅内 就要立刻发生这件事 没错 或者下一年再求个签 再问个结果会好些 这个时候先来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再跟大家介绍 另一支签 稍后见 到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又逢迎仙馆主版 感谢观看